民宅后的水沟真的好恐怖 在细致新昌路 房子后方的防火向水沟 常年堆积油垢 时间一久竟然成了油块 像水泥块一样的硬 甚至将整个水沟都塞满 民众抱怨连厕所马桶的水都排不出去 水里长也只能自掏腰包 故宫清理 并且也将请环保单位 找出是谁排放的油垢 彻底解决问题 你说这个是什么 水沟那个满了 还没清之前 就是这样子 还没清之前 还没清之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他乱连嘛 造成他发分子不通 这个就是他满起来的样子 对 已经到你看 就这样子 民众拿出拍的照片 只见排水沟上 已经不见水流 而是厚厚的硬油块 这里是新昌路与南昌街 房子后方共用的防火向水沟 因为长久以来都有油屋 菜渣等排入 时间一久 竟然成了眼前照片中的模样 整个满出水沟 民众说不但发出 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也造成自家马桶都塞住了 民众更抱怨 污后的这条水沟 真的太恐怖 他就把我搬起来 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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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变到白狗都做台狗 都是油的 就是这样 整这座狗真的很恐怖 躺起来有时之前都是里长 都请人来清理 但是餐厅在做 那个它的油垢的水比我们家里多 然后它久了会氧化嘛 根本就变成硬了 所以这回就是它已经满到水沟了 然后就缓冲到马桶不通 南昌街19号至35号 那这边是新昌路57号至76号 后面的那个排水沟清出来的脏东西 那前面有在做那个餐厅跟搜索锅 他们的那个油水都全部都是 留在后面的水沟 那那天造成阻塞 让这个李明厕所 就全部都淹进来 因为前面一排大多是店面餐厅买吃的 只是为什么会造成防火向水沟 长年以来都被油无占据 也希望环保单位能够尽快的找出原因 只是当下里长也只能自掏腰包 请人清理 现在厚厚的油块清理掉 终于看得到水沟水 一包包的垃圾也请清洁队再走 不过问题还是在 每次清不是办法 很久了 因为我是希望说 当然是用排水住家有问题 但是餐厅里是大部分的 我希望说这些餐厅的人 你们要有一个共识 看要怎样 多久你们要清理是这样子 很难清啊 这个都堆积起来 根本就连那个用锄头都拔不动 一直锄也锄不动 就用那个铲子啊 用铲子下去清啊 结果请那个故宫 他请一天我陪他协助他做一天 这个钱就由里长自己来出 所以雇一公的薪水 两千五来清这些东西 已经清了好几次 真的很无奈 也只能请环保单位 找出源头才能彻底解决 否则居民对于 房子后门的恐怖水沟 忍耐已经是极限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